我走过很长很长的路 看遍影尽缘缺的月光 却每一刻如此的期待 黎明后生气的照样 那是一趟返程的班车 也是家中人硬切的帮忙 而下一站 它名字叫做故乡 用千家万货 促成我归途的国 家不在远处 就在每个人心房 透过窗 它们身影格外繁忙 说不清思念和旅途 谁更漫长 却都难抵过家人的守望 家不在远处 就在每个人心房 推开门是小丝木香的脸庞 在团圆那时刻 我想更适合讲 这段旅程 有多漫长 那是一趟返程的班车 也是家中人硬切的帮忙 而下一站 它名字叫做故乡 用千家万货 尝尝我归途的光 家不在远处 就在每个人心房 透过窗 它们身影格外繁忙 说不清思念和旅途 谁更漫长 却都难抵过家人的守望 家不在远处 就在每个人心房 推开门是小丝木香的脸庞 在团圆那时刻 我想更适合讲 这段旅程 有多漫长 有人在远方 有人落他乡 有人在月下 奔波身影太匆忙 有人在鼓里 有人是念想 有人在我心里 始终是一项光 在团圆处 就在每个人心房 透过窗 它们身影格外繁忙 说不清思念和旅途 谁更漫长 全都难抵过家人的守望 家不在远处 就在每个人心房 推开门是小丝木香的脸庞 在团圆的时刻 我想更适合讲 这段旅程 有多漫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